欢迎回来 中文有一句话叫做圣之不武 这是为什么这位总统当选 但是疑云满天的原因 这是尼加拉瓜在中美洲 举行了总统大选 现任总统四连任奥迪加 可能对他的名字都很熟悉 因为他真的做很久了 但他的当选已经让拉美国家 还有欧美国家齐身谴责 他在选前逮捕了数十位反对派领袖 让总统大选的选票上 只剩下一些无力跟他对抗的小党候选人 也就是他把有力量的竞争对手 在选前全部都关起来 欧盟炮轰这是假选举 也就是舞弊当选 美国总统拜登计划 对尼加拉瓜祭出新的制裁案 但这些制裁没有办法 遏止这位四连任的总统掌权 反而让名声凋敝 更加巩固他的统治权利 歌舞表演高歌庆祝 台湾中美洲邦交国尼加拉瓜 正庆祝11号满76岁的总统奥地加 在周日大选中赢得四连任 根据初步开票结果 奥地加的桑定联盟 拿下76%的选票 奥地加稳坐总统宝座 奥地加的支持者热烈欢迎选举结果 但也有民众直言 这场选举并不真实 出身游击队的奥地加 1979年结束右翼家族独裁统治 建立左翼社会主义政权 但总统做了一任后接连败选 直到2007年重返执政 现在更要成为美洲在位最久的领导人 且不止奥地加 第一夫人穆利优 也在上届2016年大选当选副总统 当时蔡英文总统也远赴尼国 出席就职典礼 奥地加一家稳坐大卫 但在2018年反政府示威后 开始打压异议人士 今年五月以来已关押近四十位反对派领袖 包括七位总统候选人 知名企业领袖和记者 最后选票上只剩五位知名度低的小党候选人 选前欧盟代表就痛批 这场选举是假选举 欧盟和美洲国家组织的选举观察员 不被允许到场监督 记者甚至被禁止进入尼加拉瓜 CN记者试图从尼加拉瓜 南边的哥斯大理家边境 低调地从陆路入境 但还是遭到拒绝 欧盟直指这场选举 让尼加拉瓜完全转变为独裁专制 加拿大智利 哥斯大理家西班牙和英国 呼吁释放反对派领袖 但奥迪加不甩国际指责声浪 在一个多小时的胜选演说中 大骂欧洲议会是纳粹和法西斯分子 美国也谴责这场选举是骗局 拜登政府计划宣布新制裁和其他惩罚措施 第一波可能针对个人 尼国安全部队成员和政府掌控的企业 奥迪加则炮轰 美国干涉内政 美国的选举才是骗局 中南美洲的秘鲁 哥伦比亚等国也表示不会承认选举结果 不过常年盟友委内瑞拉 玻利维亚 古巴和俄罗斯 则承认奥迪加胜选 分析家坦言 外国政府通过制裁的形式施压 已无法遏制奥迪加政权 四连任后 奥迪加总统会再做五年 美国后院成了独裁专制的天下 影响共波及中美洲和其他国家 自2018年示威抗议后 超过八万尼加拉瓜人逃到邻国 哥斯大离家 过去三个月 因政府打压政敌 更多人被迫逃往各国和美国 美国总统拜登为了解决移民问题 试图从中美洲内部强化法制 推行反贪腐 但奥迪加具争议的四连任 无疑对拜登政策是一大打击 TV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获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